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 2 1 拿着泡泡枪开心发射 宣布正式开幕 芝卡轩水上乐园 今年迈入第六届 是限定版的乐园 每年只有暑假才会推出 不但免费入场 还有360度的回转滑水道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入场才实名制 但并不影响民众玩乐的心情 每年都吸引这么多人来这边玩 相对的一些设施也好 然后环境都越来越好越棒 你还会滑下去很刺激 会不会觉得很凉 不只花莲有限定版的游乐园 宜兰也有巨大扭蛋机 光是机器就有两层楼高 一颗颗扭蛋直径20公分 总共6千颗就像是恐龙蛋 捐发票来玩扭蛋这样的活动 社会资源的募集有绝大的帮助 鼓励民众拿发票换扭蛋做工艺 就有机会拿到价值 一万三千多的旧店住宿券 暑假开始政府推出各种活动 促进观光 就是希望可以吸引民众 出门踏青 三十万旅游黄过来 徐湘云花莲宜兰采访报道